时代力量是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后组建了一个新征代台湾政党 也是台湾政治第三势力的代表 在该党总部 时代力量人员向国际观察团团员介绍了他们的理念 并且就台湾政治、民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回答了成员们的提问 访问结束后 美国之音采访了观察团团长 前阿拉斯加州长和联邦参议员弗兰克·穆考斯基 以及发言人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顾问韦杰里 被问及对这个年轻政党的印象 穆考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为这反映了新世代的参与 他们是台湾政治的未来 也是台湾政治变革的体现 穆考斯基还特别提到赴台官选的香港大学生 并且对港人选举和台湾民主选举做了比较 你看看香港的现状 中国说你可以选领导人 但是只能选北京提名的 而台湾则形成了鲜明对照 民主、政治次下而上 人民选择自己的总统 这就是两种制度的现状 差异相当大 韦杰里则谈到 太阳花学运为台湾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在所有人都认为台湾开始倒向中国之际 它让台湾仍然有可能走向更加繁荣的民主 而如今呈现出一股新的力量 特别是来自年轻人的力量 他们在说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国际选举观察团当天还造访了国民党竞选总部 VOA卫视记者杨晨 萧寻台北报道